各位朋友, 今天我用新鲜的山楂 來示範做一個冬糕 首先我們要準備新鲜的山楂 大約是350克左右 買了它回來之後 我們用水洗乾淨 而且要準備一把很利的小刀 因為我們要將它的頭尾切掉 而且要將山楂一分為二 我們將所有山楂做好之後 將它放進一個鍋裡 放進一個鍋裡 我們也要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水 大約是加到500毫升 然後就可以煮 煮大約是20分鐘左右 煮完之後 我們用篩把肉隔走 只用山楂水就可以了 由於山楂水本身的味道 都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就要加多一種水果 所以我選擇用檸檬 半個檸檬的汁 放進去 帶起山楂味 之後我又用砂糖50克 讓山楂和檸檬有少少甜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要準備魚膠粉 我們今天用35克的魚膠粉 由於魚膠粉加進去之後 顏色是略為淡了少少的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擔心的 當所有魚膠粉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要將山楂水再攪拌一次 攪拌一次 看到蒸氣就可以用了 然後把魚膠粉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倒進去帽子裡 然後就可以倒進去帽子裡 我們倒進去帽子裡 冷藏大約四個小時左右 可以拿出來 就可以吃了 吃之前 大家分成小件 如果覺得是單調 就可以加少少桂花 上表面 就會很漂亮 很吸引人 大家不妨試一試 看這個做法 大家喜不喜歡吃 再見